大家好 今天我們接下來要進行 我們開放政府聯絡人協作會議 一週年的記者會 開放政府聯絡人協作會議 是唐光真偉在推展 開放政府參觀政策的兩大重要的措施 自去年3月17日 辦理第一場的協作會議以後 到現在正好是一週年 協作會議作為一個重要的平台 在每一次進行之中 它逐步的擴大國民對政策的參與 也提升我們政策形成的一個名義 讓人民跟政府之間能夠分充更多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協作會議 台灣能夠更向開放政府聯絡 才能看見效果 今天在這個記者一週年結合會裡面 我們會來回顧過去這些進行 協作會議中一些重要的案例 以及成績 提供社會來進一步了解解釋政府 在推動開放政府跟各種的進程 以及未來的展望 同時唐光真偉之前 零部一再而強調說 希望能夠透過這個開放政府聯絡人協作會議的進行 來提升我們人民跟政府之間的互信 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今天來參與我們協作會的來賓 包括我們首先是我們協作會議的航空政務委員 大家好 再來就是我們今天的協作會議 就會推手我們四個部會的開放政府協作委員 好 首先是我們財政部的楊金康專業委員 再來是我們經濟部的陳佳豪專員 陳佳豪 然後以及我們內政部的劉佩穎專員 陳佳豪 還有我們會服務的這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督導我們的楊世華財事 大家好 然後呢今天在場出席的也包括 當時在我們這個 有關於報稅軟體的來幫我們提案的 就是我們的佐治元先生 大家好 好 介紹過現場的來賓 我們以下就首先來請我們財政部的TO 來進行的那個有關於第一個 而是有關於我們的報稅軟體 和按照相關的說明 記著報 各位媒體系統的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我們就這一個 在去年度的一個報稅改革的一個題目 來做一個說明 那以下這個是簡報的一個大康 那請自行參院 那首先我們介紹財政部PO的運作機制 那在財政部裡面有我們的運行周報 那是由我們政府次長來親自主持 那對於媒體的一個新聞報導 還有重要政策法案等等的進度 還有開放政府的業務 那我們都會每週來滾動的一個 來持續激進一些作為 那開放政府的業務呢 是由PO直接聯繫各單位的一個發言人 由眾志長督導他快速反映具體的一個作為 那疫情的背題說明的部分這個是發生在去年 索得稅申報的期間 在5月1號的時候在公共這個網路參與平台 就出現了一個報稅改革的一個異體 那麼到了5月3號的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了媒體就引述了這個平台上 網友們的一個批評聲音 那主要是針對這個MAC的報稅軟體經常卡卡 那接下來在因為媒體就報的蠻樂利的提示 於是我們就迅速啟動因應的作為 那這個時候PO就以財政資訊中心的發言人 溝通之後 承報給市長擬定的因應的一個行動 那包括第一個傳統的一個發新聞稿 那第二個就是迅速的溝通 我們就逐一上平台 逐一跟網友們做意見的一個交流 那第三個最重要的就是尋求外援 那由於在這個網路平台上面有許多 應該是一部I的一個專業業者在上面發生 那事實上這個部位在中間的技術跟人才是比較欠缺的 於是我們PO就主動提案 請行政院PTIE的小組列入當月的一個行動的回憶 那我們也在下面這個部分也在晚上 5月3號的晚上就正式道資平台上面的一個網友 做我們的打算下來的經驗做回憶 那這是5月9號就是我們樂會討論的結果 確定列入協作議題我們也將貼在這個就議題上面 那在5月19號協作會議的當天 我們更質疑這個網友參與線上的結束 這個包括youtube的一個線上直播 還有vizos的一個線上的互動交流 那積極溝通聚焦的議題 那我們發現在前面5月1號到5月3號 我們還沒有上網跟民眾互動溝通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網友的一個批評聲音是傾向 反而是70號是傾向於負面 除了話語批評還有負面的情緒發洩 於是接下來最後我們5月4號開始 上整個申報索得稅申報期間積極的去溝通 我們也發現了這整個一個意見的交流 傾向於正面的一個建議與這個技術的一個提供 那在這個協助會議的時候 就真正落實到那個產官學的一個合作 還完成的協助會議 那我們發現在來參與的網友代表 包括產業界的有一些UX UI的一個業界的一個專家 另外也有網路的一個理論家 而在學界裡面也有這個學校諸公系的一個助理教授來送你參與 那最後一個在協助會議產生的一個報稅改革的一個藍圖之後 我們後續為了讓他去體化 我們這個財政中心的PITES角組 那共召開了四次的精進會議 那另外也成立了工作坊邀請民眾社群代表 這個領域專家 賦稅署以及五期國稅局 來共同開了四場的工作坊的一個會議 來畫出了一個具體的一個界面組織 那最後的一個成果就是說 這一個針對MAC版的一個報稅的一個系統 我們做了一個大幅的一個感覚 那麼從這個圖表上面來看 改善前我們發現從整個元件的安裝 環境的安裝 還有申報軟體的一個下載等等 大約前置的作用就要花40分鐘 那改善之後呢 那採位的版 那它相對只要5分鐘就可以完成了前置準備的一個作業 那同時這個版本也支援了PITES的一個行動裝置 那這邊再預報一下就是說相關的一個細節 我們將在下個禮拜4月26號也就禮拜四的下午4點 將在我們財政部八樓禮堂舉辦這個索爾遂申報的那一個記者駐談會 那到時候歡迎各位媒體朋友們 讓我們來登陸地名的一個採訪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楊教委員的說明 那接著呢 我們是就這個國內線上遊戲相關法會建制的協作會議 我們現在請我們經濟部的產生員來提出 大家好 首先我們是很感謝楊專委當台 針對解剖過議很多的流程進行的說明 那其實開放政府的精神其實就很像武功心法一樣 然後人萬法不編輯 但其實各個部會包展出來的招式跟運動方式不一樣 那以下我在這邊介紹有關於經濟部在於有關民眾體案跟協作會議的一些處理流程 那大家可以清楚了解經濟部怎麼因應這些做法 首先 也許有很多民眾他是從媒體或是他自己上網了解到說 我陪這個公眾參與平台 那他可能會覺得會有以往的紀電視上覺得說 那會不會跟以前我紀首長性相一樣 會不會像我以前陳情一樣 那會不會到最後給我一個公文書的網版 但我們加入這個程度的運作之後 我們發現有很多的不一樣 我們部裡面也因應這樣間諜一套的流程 從民眾提案的開始 檢核的階段 其實我們可能會對民眾起來 因為在民眾提案一上線 即便還沒連署程案的時候 其實我們部裡面的部門就一直在協調說 這個案子是不是屬於經濟部的主任範圍 屬於經濟部的主任範圍 我們應該由誰來作為主要的回應 那我們要用什麼方式去回應 其實在民眾一提案的時候 部門就已經開始運作了 不會等到說民眾已經成案了 我們才藏住了來回應 另外在民眾連署的過程當中 因為連署人們砍到成案子五千份 其實部門的開放職名聯絡人 跟業務安位人員 也會在這個時候上網 就瞭解說民眾在連署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提到一些意見 那這些意見其實都會作為收容 說我們後來如果後續成案之後 我們要回應了 讓我們能夠預先 心裡面有個比 也能夠比較聚焦說 到底有哪些東西應該要處理 在處理的時效上也會比較快 在成案之後呢 其實我們部會裡面 有一套系統性的制度 首先在案子民眾的提案成案之後 對於經濟部 我給他把當成是一件大事 在民眾提案的清天以內 業務單位的主任 我們經濟部的主任人員 就會先跟民眾了解溝通 不管是電話也好 或是面見也好 先了解你的提案訴求是什麼 最後因為我們把當成一件大事 所以我們會要求 業務單位的同仁 在兩週以內 必須把他的回應的想法 計畫 實程 提交到部裡面 部次長主持的業務回應 那部次長也了解說 我們對於民眾的這個提案 能不能因應做法是什麼 那決定之後呢 我們會把他公告到網上 這樣所有的民眾就會了解說 欸 其實我的提案 這次通過了 經濟部打算怎麼回應我 那過程當中 PO其實扮演了幾個角色 這邊跟大家說明 第一個是 PO有點像是開放政府工作的潑劑 因為其實很多業務單位的人 也很辛苦 比如說以這個線上遊戲案來說 承辦的科長跟我說 他一天接到幾十通變化 都是抱怨有關線上遊戲的專真的問題 而且很多問題都在解決 而且其實在這期間 其實相關的打怪 已經在修正跟建制的過程當中 他會覺得說 這個提案不然會不會增加業務量 這時候使我們聯絡人扮演的角色 會變成是一個潤滑劑 讓大家了解說 其實每一個民眾的提案進來之後 對於我們而言都是一個溝通的機會 那對於業務單位的人來說 他沒處理過一個案子 他就更了解開放政府的作業一點點 那我們下一次他在遇到案子的時候 那我們再次會感覺得更方便一點 第二個部分是 公務機關跟民眾的溝通和轉義器 就有些民眾會覺得說 比如說我曾經我投訴 你可以給我信我看一看 那PO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扮演一個轉義器的角色 會把業務單位所擬定的做法 轉化成民眾易懂的文字 在平台上公開跟大家說明 讓民眾了解說 我這個案子處理到什麼程度了 那將後續我什麼時程 會得到什麼樣的進展 所以會變成是公務機關跟民眾溝通的 算是一個翻譯機的效果 第三個部分是 會是一個開放政府工作經驗的傳遞的種子 像我其實是經濟部開放政府聯絡人的二代 那其實我們一代蘇解蜜 其實他是去年就帶著我在進行的工作 那其實我們在處理案子的過程當中 許多業務單位的人員 有可能是科 有可能是組 所有人員進來之後 了解這一套流程之後 在因應民眾相關的處理議題的狀況的時候 他其實也都了解這個狀況 所以像是一個傳遞的種子 所以其實對於我自己的理解來說 我覺得開放政府聯絡人 在整個開放政府過程當中 有點像是啟動的鑰匙 那其實實質核心幫民眾解決問題的人 還是這些業務單位的人員 那也許民眾對他們來說會覺得說 有時候會覺得說你們的想法 或是他們不理解 你們的提案或是想法他們不理解 但其實實際上在為民眾服務人 還是這些業務單位的人員 那有關線上遊戲案的部分 我簡單跟大家說明 其實在民眾提案之前 我們經濟部的工業局 已經針對民眾一些 線上遊戲的整理已經在進行 線上遊戲定型化契約 因進展規定在 定型化契約的修正 那民眾提案之後呢 正巧給我們一個機會跟民眾溝通 我們在協助會議當中 邀請了提案人跟連署人 他們當場跟我們表達一個線上遊戲玩家的心情 讓我們收攏更多的經驗 那在研議的過程當中 也讓整個法規的研修變得更完善 那接下來的部分我們也發現說 有些民眾像當天出席的玩家 其實有些爭議其實他們現在就有規範 跟現在就有途徑可以解決了 那我們收集到一個資訊就是說 也許我們應該更強化宣導這個部分 所以透過整個溝通過程當中 部會有在學習跟成長 最後這個草案已經進入最後的審議階段 審議通過之後呢 我們可以一樣是依循開放政府的原則 我們會在線上進行法規的預告 到時候也歡迎所有線上遊戲的愛好者 一起上線來討論對於這個法規提出意見 那相關意見有任何疑問 我們部裡面的人員跟其他人員在線上回應大家 那以上就是我的報告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陳專員的報告 那我們今天要提出來的第三個案例呢 是有關於請求這個空警總隊 去設置在恆森機場的這樣一個疑案 那首先呢 我們因為這事關道有內服務 內內政部以及衛服務兩個部會 所以我們首先先請我們內政部的台灣的部員 我們劉專員來進行 各位媒體前進大家好 現在由內政部來就請求空警總隊 中間恆森案來進行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這個案子呢 其實在去年4月底下 你看我們月承案 最後覆益的人數達到8449人 那其實在承案之後 我們空警總隊就有主動去跟體役人做一個聯繫 希望可以進一步進去他們的訴求 那在這個了解的過程中我們都發現說 為什麼我們就希望空警進駐呢 其實一方面他們是希望可以縮短醫療厚總的時間 另外一方面是希望可以劃解恆春金場的輪圍和主機場的屋檐 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思考 就可以發現說其實民眾這兩項訴求 反映出來的其實是更生存的問題 為什麼民眾會覺得醫療後送的時間過長呢 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在地醫療資源的不足 所以導致說發生事故的時候 民眾整個決定在上 另外也有可能是因為空中轉乘機制的時間 民眾覺得過長 所以代表我們也許我們現行的空中轉乘機制 必須要再做一個進步的強化 那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為 快速上有本機種建設的不足 導致說救護車可以上的時候 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而在文子機場這個議題上 也是反映出其實民眾怎麼覺得說 現在民眾機場的律用情緒其實是不佳的 而透過這樣子問題攀移的過程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空前進駐的民眾機場 只是所有解決方法的其中一種 如果說我們想要從根本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我們必須是要透過跨社會的協調 而且必須要透過跟民眾的更好的溝通來解決 因此其實我們錄影 就希望可以透過開放政府聯絡人的機制來處理 那就是我們在6月的開放政府聯絡人會議上 我們就提出我們希望可以協作的意願 那在正式協作會議之前 政委也有親自主持跨國會的協商會議 在正式協作會議的當天 我們就針對剛剛我們提到 四項最根本的議題來分別進行討論 那最後在正式回應的時候 雖然就空前進駐肯定長這件事情 其實還是必須要講起實聲的演義 但是在最根本最關鍵的醫療資源問題上 其實我們就承諾說 會再強化當地醫療資源的抵制 那這次的協作會議也是第一次離開台北到恆春當地辦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一個更貼近民眾的方式 來跟民眾對話 同時這也是第一次拍攝第二會場 通過同步直播以及線上都不去 來廣納更多元的意見 那其實最後在正式回應之後 我們雖然沒有完全按照民眾剛開始提出的解決方法來進行 但是因為有個開放政府理論的機制 而且透過許多會議的對話 其實民眾也可以比較了解說 為什麼政府部門會選擇這樣子的處理方式 那其實我覺得政府在開放政府這個目標上 其實還有非常多雙母議案做的事情 那我想現行的開放政府理論的機制 很重要的意義在於 除了可以建立一個跨次端公共的體態以外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促進政府跟民眾之間的規劃 而且透過這樣子相互規劃的過程 你可以增進其次的理解、真彼此的信任 那可以用一個比較理性討論的方式 一起來思考解決問題更好的方式 稍後報告 謝謝劉專員 那天下給請我們衛福部長三世來說一下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inspiration 魏伏部 können NTIM的影響 以請求內政部空軍準備 射阻淫涵 飛撻 機場連鎖案為例 報告人楊士華 那我們一年多前 我們接觸到 spo工作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片的陌生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用黑的畫面 就是代表都在摸索之中 經過一年的摸索以後 我們以這個本案的案例來做說明 首先我們在本案中 透過內政部的PO了解到本案的來龍去脈 其中跟衛福部有關的就是醫療後送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部會與部會之間的橫向聯繫工作 我剛露了講一句 就是我們的PO工作在醫療的經驗裡頭 我們把它定位為各面向的一個燦接者 所以我們PO是在做一個燦接的工作 所以剛才是橫向的部會與部會之間的燦接 那接著這個醫療後送的問題在部內的話 它會涉及到醫事師的醫事能力 照顧師的照顧能力 以及管理部立醫院的醫管會 那我們在內部的會議裡頭 確認了各方的立場以及需要協調的地方 然後同時鼓勵這些業務單位 能夠利用這個機會 收集更多的民意 借力實力的來推動這個政策 這是所謂的對內的一個燦接的工作 那同時這個醫療後送的問題 也會涉及到當地的一些醫院以及衛生局 那醫院以及衛生局 他們是最了解當地的醫療局 所以擔任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此我們在內部會議裡頭 也建議業務單位要邀請他們與會 同時在與會前要能夠溝通了解 他們的想法 以利於後面工作對談的聚焦 那這是屬於對外的一個燦接的工作 接著不管是橫向或是對內 或是對外的一些燦接 以及他的聯繫的狀況 我們都向上把這個同步的資訊 提供給這個政委辦公室的主持團隊 以協助在未來提前能夠掌握 增典以及政策的方向的空間 那本案在完成這些串接以後 在6月30號召開了協助會議 並獲得了強化當地醫療資源的一個 共識 那本案的後續發展是在 106年7月22號 林院長到恒春旅遊醫院巡查 允諾與補助經費 那106年9月5號 行政院核定了3.38億的總工程預算的經費 那來興建這個 恒春旅遊醫院的醫療大樓 那興建這個醫療大樓以後 會完成下面的所謂的 有事項有的一些效益 也回應到這個協助會議所達成的 強化當地醫療資源的一個共識 那接著在106年9月21號 內政部營建署也同意 一例代斷本案 一例本案如期如此的能夠完成 那最後再跟大家提到PO的一些省思 就是我們在這一年多來 除了這個空情這個案子以外 我們另外有二十幾件的連署案 從這二十幾件的連署案裡頭 我們有一些的觀察以及發現 所以第一個觀察就是PO 我們在公務員的協議中 希望加入更多民眾的思維 因為這樣的一個換位思考 能夠讓公務員捐氣本位的思維 能夠會更開放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目標 那第二個觀察就是說 在不同世代公務員的互動 可以看到更多的面向 我們本身PO的一個團隊 我們的團隊有二十多歲 有四十多歲 有我這個老婆六十多歲 我們等於是三個世代在一起 那彼此呢 有一些不同的專業 不同的經驗 彼此有一些發想 那從過去我們接觸的 一年多有二十多件案子 我們來分析的話 過去一年有十幾件 一年三個月就有十幾件 換句話說它是成四倍數的成長 如果說我們不透過這樣的一個團隊 彼此互相支援 互相合作 這個工作就不容易的推展 那第三個 第三個觀察會發現 就是讓我們學習到 開放是一種專業 剛才講過 在各種串接者的工作裡頭 我們要扮演很多的溝通 我們都希望它多一點點的開放 多一點點的放棄而為 但這個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專業 同時這個專業在部裡頭 也會跨到不同的專業的領域 更不要說要跨到不同的部位頭 那是更加的困難 所以說每一個聯署案 在過去二十幾個聯署案 每一個聯署案都需要學習 也都需要練習 那我們把這些所有學習跟練習的經驗 都累積起來 然後我們會透過一個訓練 把這樣的經驗傳承下去 使得把這樣的經驗 注入在公務員的血液中 讓他們有更多的民眾思維 達到我們一起的一個目標 也是我們TO在部會頭的 扎根的功夫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那相信各位 在剛剛以上的報告中 都充分的了解到 我們協作會議的執行的過程 那同時呢 也可以看到我們每一位 這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他們的成長 那他們成長就是我們政府的 一部分進步 那以下呢 我們也再來透過一段影片 也歡迎我們來介紹 再次對我們協作會議 做一些進一步的了解 認識 協作會簡單來講 就是一個集思廣益的過程 在這個集思的過程裡面 我們把各個不同的方面的利益關係人 對一個案子裡面 他們手上有的事實 他們的感受 這些人都加以對齊 好 集中起來 在集中並且聚焦之後 我們就找到大家 都能夠接受的某種價值 過往的民眾建築 是透過出版性向 你講說報告講 然後是我們中心的 那先來就是透過 承辦的同學來做分案 過往來就由他們收集相關的 去牽絆 承核 然後承網批定 然後就恢復當事人 因為我們以前會議 大概都是針對公務機關 針對問題在研討 那時候同學你跟我講說 會開協作會議 有沒有要寫什麼做 我一開始想說 可能就是去聽長官講的話 那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回應 我要提出一個 撤禮的方案 或許不是最好的 但是能夠讓政府 聽大部分我們的聲明 以前的方式會在PTT 或者是爆料工程 通常我們遇到的語氣 和申請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資訊不是很完整 當然說 對對對 當然說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以往都是透過 內部的一個程序能 就把解決方案定案了 那這個解決方案又不見得是 對民眾來講是最好的 我們試著找到的解法 並不是一次性的解決某一個人的 單獨的問題 反而讓其他人獲得了一個 鼓勵或者犧牲 而是說對所有人都至少沒有害處 而且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對解決方案 我還滿驚訝會 會請到 這方面都有連結的人過來 真理越變越迷 隨著說我們的各方人馬在這邊 幫他公布我們民眾 大家真的討論完 都說明完 大家就知道說 什麼樣是最正確的 這個東西的討論會 比較不是說過去很多政府議題 或是很多東西討論 都是小眾 像各方議員的關係 大家針對民眾的提案 大家怎麼討論這個 最具體的成效 就是在每一個部會 現在都有一些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些朋友們 就像媒體聯絡人 國會聯絡人一樣 是專門針對這些 五千個 可能不要上街頭的 在網路上的朋友們 直接進行對話 有一些人會想說 和政府高官提這件案子 根本就沒有用 他們說只要電話提的感覺 第一個想法是 會有人打給我 然後就會嚇到 五月的時候 就看到板上一片的罵聲 就所有的 UiX的朋友說 這是什麼 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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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了這些感覺 不會改 然後我想說 真的不會改嗎 其實本來預期是 我應該要打喊過關 才能夠 才能夠通到要去改變這件事情 要讓他要翻新嗎 對對對 就是馬力歐 那個概念 就是 跳到被關了 最深刻的是 突然接到你們的電話 而且說 下來很蠢 我們 我們小組 可能有人眼淚都掉出來 那時候我們當初 在協助會之前 我們本來就應付說 或許第二點 他對這個案件的訴求 他對你的相當比較強烈 那結果我開會的時候 我覺得 狀況還是蠻甜蜜的在討論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Friendly 而且讓大家很熱情 而且非常民主的一個程序 來表達平靜的意見 我們就發現了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 真的大家可以平靜經濟 把事情講清楚 以及第二 常常面對最熊的這些朋友們 真的比我們專業 可能就有點怕怕的 就怕 我真的要感受這東西 可以改嗎 然後不太敢嚇死我 然後民眾來就是完全的相反 我可以改那個好怪嗎 你又改成這樣各樣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不是 我就是 線上也有人 在同時在join 也同時在提供意見 可以讓民眾走進政府是不容易的 對 你的反應問題是不容易的 而且你的問題 要被形成政策 那幾乎蠻上加的 協助會員的規模是指示 讓公務門的語言 讓民間聽懂 公務門同樣也要聽懂 民間所使用的語言 這是一個雙向的轉移 一個反應的過程 所以在最好的時候 就可以促成一個新的 合作關係 整個合作的力量 包括民眾 政府 協界 社群都進來 那是不是大家 跟我們看不出來的結果 這樣就比較對外有說 有說服力 我們跟民眾一起協助出來的東西 那被民眾接受了 而且民眾也覺得 也看到政府的努力 跟政府之間 跟民眾互動是非常好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跟民眾 有一個正相關的一個關係 如果您持開60圈之後 就是各部分的綜合回應的話 就會發現說 跟本來的實證方式 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也就是說 雖然這個方向是大家都認可的 但是有沒有因為這個協助會 而多push一點 我們從綜合回應裡面 完全看不出來 用一個來建築的部分 跟體驗的部分的互相連結 我想就是下一個階段 我們把克責這些事情 讓大家更容易的 所有看到的 最主要的一個方向 好 謝謝 相信剛剛影片還有前面 我們已經看到 在這個對話的過程中間 剛剛是我們 這些開放政府聯合文 是我們空部門的角色 但是對話另外一方 很重要的當然就是 來自於我們民間 剛剛影片裡面 有一位法律 那我們現在就請 各位民間的代表 好 我們的這個 當時是報稅軟體改造案 他的提案人 我們志遠 來跟大家參觀看 大家好 我是卓志遠 我是一個實用的體驗設計師 然後我覺得 我參與了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覺得他對我來說 他其實是一個 成為專民之外的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我當時會提這個案子 其實是我在中午吃飯的時候 就是在滑手機的時候 看到自己那些使用者經驗的 這些朋友在抱怨說 這個報學系能有多難用 然後就像我影片所說 他就不在看你寫的 他列出好幾點問題 然後說 都算列出這些問題 跟鄭總統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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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把他的那個貼文複製貼上 貼到那個Joke平台上面來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我也不是很理解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我就是貼上之後 想讓大家審議過幾天之後 我們再來投票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發現 他已經過幾天那個新聞稿就出來 然後就是要改 小心這些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 這真的會改耶 我們那個同學朋友看到他自己也嚇到 怎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其實是 因為其實我們原本的溝通方式都是 就是很激烈的溝通方式 像他們也說的 就是覺得跟民眾溝通 民眾就是很強烈的 很連在 覺得 會覺得 我就是報名之類的 這事實上其實不是 不是哪個民眾都是報名的 這是從民眾的觀點 或是專名之外的另外一個選擇 那我身為一個 使用者體驗專家 我覺得這也是 呈現一個 我不用參選可以去改變政府 所以 就是我就是提一個 這個樣子專案 然後我就是 我就可以參加在這裡面去 進去的 在做這些 做這些的工作坊 在後面的 中間的 市場工作坊 我每一場都有去參與 那所以我也去 知道說 政府在做這件事情 有多少個普通的困難 而如果站在一個民眾的角色 我可以替政府多做哪些事情 然後讓這件事情能夠完整的 讓最後能夠運行這樣子 然後再來最後一件事情是 就是我覺得在這參與的過程 真的是很有趣 就是 我在貼出去之後 就發現我下面的留言啊 就是有政府的PO欄來回覆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說 你晚上9點鐘還在回覆 然後禮拜六也在回覆 然後我想說你是 是公主 請來的公主生還是怎麼樣子 這樣子 結果我見面的時候 才發現是一位大叔 然後就覺得 原來公家幾個政府裡面的大叔 也是有這麼齊奇在做事情 就是在這段過程當中 不只是政府裡面 講到說其實是政府了解民眾 那其實我覺得也是 民眾了解政府的這個 互動的溝通管道 對 那這是我自己 這 相與這個案子以來 感受到的精神 分享給大家 謝謝 謝謝志遠 就像剛才志遠講 過去我們對民主政治的概念 無非就是兩種 一種就是 扮演慢劫的角色 一個就是網路上 曾經平的雙明 然後另外一個頂多 就是在投票所 也許正表雙明 但是在這兩個之外 我們甚至有 對一個更廣泛更深入 一個民主參與空間 那就是我們開放政府政策的一個方向 那以下呢 最後我們就來請 我們整個行政院開放政府的 整個政策的推手 我們的航空政委 來為大家做的介入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剛才財政部 經濟部 政政部 衛福部 這個Po 團隊的朋友們的說明 以及志遠的分享 阿里歐的分享 我不想 包括歡迎他所說的講話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我想這些案子的最重要的主角 就是剛才就像 我們衛福部都道所說的 這些內外總統的 這個溝通的穿接者 我們的Po 團隊 然後以及敵愛人的發想 敵愛人其實擔憂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某一個程度上 是要跟五千位朋友交代的 所以他也是從裡面 那個角度的一個穿接者 那當然還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重演平台的運團隊 今天很多人都在現場 然後以及每一個案子的 相關的業務組合 那他們才是主角 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 再過去的一年多 透過這三十場的協作會議 一次又一次的嘗試跟修正 來在我們目前的民主治理的體制裡面 找出開放政府落實的方法 這三十場協作會議 也不會呢 大概有一半左右 其實並沒有按照敵愛人當初的 那個定義的解法來進行 很多時候是大家在寫入之後 找到了別的解法 但是呢無論最後他滿足的程度 到怎樣 我們每一張都是用全程記錄 公開透明 整個討論過程的主資討 都給所有的聯署的朋友 以及各界的朋友們來參考 在這個討論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透過這五千多人的聯署 裡面一定就會有六個方向 七個方向 各種不同的方面的利害關係的 這些人我們也盡可能讓他們到場參與 而且也讓業務主人跟PO 在各自的單位上面 從會前會 從協作會議 再到事後的回應 這每一步都是落實開放政府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叫做當責 就是因為我們做的要做 從聰明社會的角度來看 叫做克責 就是我們有答應做的事情 要做到 那這是同一個概念 就是一個comfability的概念 那更進一步來說 以協作會議作為我們一開始 推動開放政府的一個途徑 我們最主要的目標 大家看到很多個案 可能要完成一些事情 但是我們最終極的目標 其實是要增進整個社會的互信 這個互信就包含到 事務提起更相信 我們公民是可以提出貢獻的 也讓我們的公民社會 了解到政府是願意來溝通的 那這個工作呢 我們在事後的訪查 在這個剛剛的影片的過程裡面 都可以看到這個負信呢 確實是有增加 此外公民們從協作會議前的 籌備訪談 再到會議時期進行 再到會後公開會議政策的規劃 這些過程裡面 我們都讓每一位參與的承擔 跟公務員在風險極小化的情況下進行 也就是說 實驗它當然會有一個拓折成長的過程 在這個中間的風險呢 就是我們盡量來吸收 那這樣子的話呢 大家就可以比較放開心胸 慢慢來改造我們專業的事務官的行政流程 跟公務人文化 讓大家更願意在一起協助 一起解決問題 未來我們當然會繼續堅持 透明 參與 特責 涵容 這四個開放政府的要素 我們會一直精進協作會議的進行方式 而且更重要的是說 剛才各部會的朋友也都提到 會在各部會裡面長出 像三級機關的朋友 像部會面部著自己的一個處理文化 透過降低大家風險 跟這個技術的擴散 讓各部會更加擁有勾比之右 進而擴大這樣子的精神 在不同部門裡面的接受跟擁有的範圍 所以請大家的部分 請問一下政委 這個開放聯絡的制度 才去年三月開始失敗 到去年十一月院長正式合併 各部會要設立你的證明體 有這樣的質問 到現在一年來 您認為這個制度上 達到最早成果是什麼 您可不可以為他打分數 然後我想請問現場的PO 有哪一位可以願意分享一下他這一年來擔任PO 跟他過去辦公的方式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自己獲得什麼樣的成果 謝謝 我們先進去的 各位 是 各位可以從這個 不好意思 從這個圖影裡面看到 我們最核心的想要做這件事情的初衷 初心 是建立政府跟民間的故性 在這個中間往民間的方向 我們想要培養出一群 是覺得政府真的可以大家參與 真的可以幹 我要認識我們這樣一個公民社會 那往右邊只要讓大家能夠看到說 公務員即時引入這樣子的程序 長遠來開始節省自己的負擔 像說不用每月有回應的國資 可以一次公開的回應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想要有一些創新的可能性 我們來追求風險 讓大家創新不怕失敗 然後也藉此來推幌 透過數位服務 來讓一次讓很多的利益關鍵 都能夠聚焦的這樣一件價值 這五個是我們的核心目標 那在這個一年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說 建立政府的面前的故性 在這個工作上 我們已經出具成果 我們在一年多兩年之前 大部分的朋友們 對於中央商品的連署案 如果它是單一部會的 那多少信心是說 可以得到一些問題的解決 但是一旦是跨部會的 因為所有記錄都在網路上 所以民間一般的印象就是說 只要一碰到跨部會 就是能解釋問題 就是不能解決問題 這個是一年多前的實況 那在我們這樣子跨部會的 PO的這個團隊建立起來之後 我們就發現說 往往真的能夠來解決問題的 就是這種跨部會的議題 它可能也不會收到 在另外一部會 獲得了解決 那這樣子的工作 我覺得真的是有具體的成長 好 其實這就我們現場 我們現場就為PO 有料之力 再看看這個 我是經濟部的PO 那我先從實質上來說 好了 其實開放政府 以後的這個工作 在實質上 就是增加工作負擔 這在實質上就是這樣 因為 不會因為你做了這個工作 你其他事情都不用做 但我覺得 長久以來在心態上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是有很微妙的轉變 就以這個線上遊戲案來說 好 當提案人第一次接到我們電話的時候 他驚訝 我覺得說 我們沒想到吧 當這個case 我們到業務單位的工業局去詢問說 民眾有這個提案 工業局說其實我們一直有在做 然後我自己也會覺得說 沒想到就是 很多事情 業務單位都默默在付出跟進行 其實也許民眾不知道 還是會繼續上網抱怨 到後來協作會議 把業務單位的人 把線上遊戲的玩家 一起找來一起開會之後 之後當你出共識 他們也能夠理解說 原來政府做這件事情 我都不知道 最後會覺得說 有很多驚奇出現 都有一種 你沒想到吧 所以我覺得 對於開放政府聯絡的人 對我來說 我覺得他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我覺得 我好像一直在體驗一個 新的東西 那 越意想不到 感覺就 越有嘗試的 那種 動力 那 我覺得 我相信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直在跟我們接觸的民眾 或是跟一線業務機關 接觸的民眾 我覺得 大家都會有個共同的心情是 你沒想到政府的官員是這樣 那 政府官員沒想到說 原來民眾可以這樣相處 那就是我過去 一年來 在接觸相關 業務裡面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 在實際上工作變很多 但心態上我覺得 有很大的一種見識 謝謝 我們其他各位有沒有想要分享 好 我這邊說明一下 其實剛剛在簡報裡 我也報告過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公司都是監辦 那監辦的狀況下 你原來本職有很多的業務 那尤其是這個案件 我剛剛想說 有成四倍的成長 今天這個區別是四倍的成長 那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 但是我剛剛也特別想要 我們是一個團隊 一個團隊 其實互相支援 一直不同的經驗 大家要分享去發展 可以解決掉很多的問題 這是我們在事實上面臨的問題 用這樣的方式去解決 那另外對於這個 我剛剛也講 對於這個經驗的分享 或是對這個案子 那我覺得裡頭對我而言的話 有很多在接觸我們業務家們的時候 它起前是一個排氣的行為 那我們透過PO去跟它聯絡 它是這樣的態度 那結果我就提升到 我都大活力的成績 我去跟它砍 那砍了之後 我們把更多的資料 更多民眾的意見 文献給大家做 雖然在口頭上 它並沒有積極的整理 但是我們發現 它在後面做的一些工作上 它其實已經吸收了 把這樣的概念放進去 所以它會用一個更開放的心情去 更開放的態度去 面對這樣的問題 這是我覺得在裡頭 我收穫最多的 那同時在民眾的回應上面 我們也發現 其實民眾有很多 甚至它比我們業務家 會更了解某一些的問題 它收集的資料比我們更多 那這是我們覺得很配合的地方 其實這也是開啟的讓我們公務員 能夠說 你要去重視民間的力量 你可以借用民間的這樣力量 可以去做 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好 是這樣 謝謝 我剛才這邊補充說一下 譬如說 我們當然一年來在推動這個PO的制度 事實上沒有錯 跟這個機關的力度的傳統 還是有些不一樣 傳統上對於外面的一個聲音 可能就是正式的發一個新聞稿而已 但是現在有了這個提問平台上面的討論 或者是提案的一個制度 那基本上民眾跟官方的一個說明 就可以有進一步的一個工具跟聚遙 那我還記得說 跟各個單位在溝通 事實上很多我們機關內部的一個 可能不方便上平台去發聲 溝通跟網民的一個互動 那當然我做了PO這個 當然要比身作則 所以老實講 當時候就是自己跳進去 事實上 這就相當於機關裡面的一個電話 平台解法一樣 只是它的工具不一樣 可以在網路的平台上面 那透過網路維持的一個方法 事實上 其實可以澄清很多的一個誤會 另外在最另外方面 在這個我們 對於我們報稅軟體的一個成果來講 事實上我們滿訝異的 就是說剛開始以為只是一個網民的罵聲 就是不好用的難用的 怎麼可能呢 事實上這個軟體已經用了這麼多年了 長久了大家都沒事 那我們透過Pu 我們這個Pu 就趕快的 跟發言人工法說 我們的中心的副主任還親自說 沒問題我趕快去拿一台 完全沒有安裝任何環境的一個 Mac的一個電腦 來實際操作一下 就是它操作的結果 的確 在安裝元件 這個過程 變成說當初的一個工法 並沒有按照說 一般民宋的使用者的一個概念來設計 想說很坦然 因為這些東西的人都是資訊專業 當然這樣就接著下一步 那事實上 對於不方便使用民眾的電腦的人的話 它就其實會面臨一些困難來排除 那我們經過寫作 我們很難相信說 原來在網上這個討論區上面 我們後來原來都是一些專家 還又提供給我們的工具 還有技術上面的建議 讓我們最後整個後續的一個改革 做得很大的一個推展 那在此也謝謝平台上面的一個網友 給我當初許多的一個建議 謝謝 好 謝謝 看到我們的朋友們 好 這邊 是 陳政委 我想跟你指教兩個問題 一個是有關於前任的行政院長張善政 他跟我講說 他當時有說 這個政府在推動十多瓶 有關於什麼金銅銀 什麼健康 什麼理財銀 什麼交通 這一方面 那我就很好奇 跟他講說 欸 那衛福部 衛福部的話 我們全台灣的 這個醫療機構 應該都是衛福部 那剛剛就是說 衛福部的這個資料 很多資料應該照道理是共享 對不對 很多 譬如說 當然有涉及個人隱私的話 如果說 一個人在甲地 那他到椅地去旅遊 萬一受傷或者怎麼樣 那馬上就可以透過那個 那個 那個 到椅地的時候 他的健保卡一插下去 就可以透過 衛福部的一個 一個分享的一個系統 去檢測他的一些病例啊 或者怎麼樣 當時張善政 跟我講說 沒有問題啊 這個我們衛福部都做得到啊 那像這一方面呢 剛好碰到 我自己體驗到 欸 剛好我要用 所以在那個時候受傷 那個人不舒服的時候 剛好重複了 我被抽血了八次 然後呢 照一光也照了四五次 像這一種的 不是說 除了浪費醫療資源以外 病人也少了 多了很多痛苦 像這一種的 如果像這一方面的一個資料共享的話 是不是 這個唐政偉 這一方面 是不是能夠請惠福部 這一方面有一個改善的空間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有關於 當然我們很多部會 我還沒有 之前我每天在看稿子 很多部會都傳新聞稿過來 說什麼 我們要澄清什麼 什麼 那個這些部會 他們的 什麼風力發電 根本就沒有怎麼樣 沒有圖利 財產怎麼樣怎麼樣 動不動 我們這些部會 很多部會都會發新聞稿 當然這個是 當然這個是不肖的媒體 在那邊好像都根據網路 或者怎麼樣來攻擊政府 那像這種 利用政府那個言論自由的方便 然後呢 然後很多不實的謠言 經過LINE 或者說經過什麼 這些電子媒體 這個網路來上播的話 我們政府是不是有一個 好像說能不能成立一個 好像民眾洽詢的 洽詢資訊的一個平台 能夠辨別這個真偽 這個資訊的真偽 這樣子是不是能夠 也一方面 能夠好像說解除 像這種 這種拘捕捕撤的人 他們在瓦解這個民心 或者怎麼樣 這一方面是不是 第二件事情就是 那個請唐政委 也來說明一下 好 非常感謝 我想關於就是 健保的資料 我想我們要分兩個 完全不同的概念來看 一個是以統計 來做整體的趨勢分析 那這個是以前 所謂開放資料的推動 那您剛剛在講的 其實是個人對自己的 各自的取用跟授權 就是說您在一個地方 政府或者某個院所 儲存了一些您相關的資料 或者說X1的資料等等 然後您希望說您授權 您到第二個院所的時候 只有他們 不是說任何別人 在你授權的前提底下 能夠去調取這個資料 這個就是所謂的MyData 就是個人資料的調取 那這兩個我們現在在 蘇維政府的這個方案裡面 這兩個是分開的 就是完全兩回事 一個是統計的 然後一個是個人性的 那在個人的部分呢 其實剛好 如果沒有記錯的 大概在40分鐘之後 我們有另外一個會議 就是關於健保的 它整個包含憑證 包含整個討論 就是您剛剛提到的X1等等 這些的運暖化的 這樣子一個會議 以我的理解 那我的印象如果錯 請問朋友們這個執政 以我的理解 目前在健保卡裡面 雖然一張卡片的儲存量 是優先的 那他們已經完成了 就是整個 醫療相關資訊 它的雲端儲存的 這樣一個技術 您剛剛所提到的 那個健康雲 裡面至少在X1片 或者其他的這個 就一九層紀錄這方面 它是已經完成了 但是在每一個單獨的 醫療院所的接取 跟它從這個讀卡 到實際接取 到這個配備 它的堅持 這個它是有一段 堅持的過程 但這個我們確實 是往您剛剛想起來 就是說的這個方向 那這部分我們是 很積極的在規劃 然後事實上 以我所知 也有一些元素 已經在這樣做了 所以就是可能你剛好碰到 元素還沒有完成 這方面的堅持 但是這個確實 是我們在做的方向 那這個跟所謂開放 資料和容積 資料這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這個要先講清楚 那另外一個就是 關於網路爭議訊息的這個治理 那這個也是大概一年之前 我們有一個這個 五圈一叉 那這個最基本的一個概念 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們是希望 讓事實的傳播 能夠跟謠言的傳播一樣快 或者比謠言的傳播還要快 但是我們並不是說 要去立法或者去修法 去告訴大家說 不能去做一些揣測的發言 雖然可能別的政體有的這樣做 但是我們沒有要這樣做 所以另外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我們讓各部會 這種即時澄清的這個 批謠的部分 都放在我們GOV.TW 我的一政府裡面 共用的一個爭議訊息的澄清的專區 那這個就是會自動的匯整 用機器對機器對接的方法 所有的各部會 最近想要澄清的事情 那這部分我們其實是不會去主動說 有人這個講了一件事情 我們就主動遞送的說 這件事情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靠公民社會的朋友 這些都不是公務員 也沒有拿政府的錢 是做了很多公民社會的一些工具 好比上說如果加這個LineBot的話 你就可以及時的 再看到Line上面的某個訊息 你不知道是不是要遠的時候 轉傳給他 他就會跟一些 就是多方利益關係人 一起來編輯的一個資料庫 在這個叫做真的假的的掛紙上面 去具體的去回應很多澄清 這些當然有些跟政府是有關係的 但是有些是什麼東西 跟什麼東西一起吃會怎麼樣 之類的這樣子的一些訊息 那我們就會結合公務員這邊的 事實的這個陳述 跟這個公民社會的各方利益關係人 跟專業者的澄清 一起去把這個即時的 讓好像心靈的這個流感 可以接種一些疫苗這種感覺的 這些end point 讓公民社會的朋友 盡可能在開發的時候 我們自己不要造謠 然後可以即時介紹我們自己 這邊所給出來的即時成型的訊息 好 謝謝盛惟 那各位還有相關的提問嗎 來 去吧 我是SPA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的PO團隊的 聯合營就提到 他們現在的頁業務量是暴增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各部會 開放聯合營的見識 在人力上的第一則 有沒有可能要增加 第一個就是說 剛剛那個記者他提到 其實是指說 現在的這個假新聞 已經造成政府的嚴重困難 三天的嚴重 其實各部會都 其實經常都在發行 純清不實訊息 那 黃先生剛剛提到 真正訊息的基本的處理原則 還有提到說 你們網路上 有一些真正訊息 處理的一些平衡 可是最後我想請問你們 你們怎麼看出 現在這個假新聞 已經民眾困擾 政府 那你們 我跟文王 您個人認為可以怎麼樣 有效的佳理講 有效的佳理講 有效的佳理講的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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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就是說 人力的部分 其實波外部兩種做法 有一些部會是 DOTAS 不只是專責 他甚至是 就是專門做這件事情 專職 這是一個做法 那但是在大一點的部會 其實這不是真的很 practical 因為在所有的三級機關裡面 他的業務範圍相當的廣泛 不太可能用一個人的時間 就能夠匯集那麼多的資訊 所以很多比較大的部會 以我的理解 現在是在三級機關 都開始撤離PO 那像財政部 我記得就是 每次寫都會來的時候 就會說 我是財政部 某個三級機關的PO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讓三級機關 甚至四級機關的朋友們 也都開始變成這種 商家內外傳接的 這樣一些專職的朋友的話 就算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專責 但是呢 在這樣分散給 就是七個人 到十個人 做的一個團隊 那這樣子的業務 就還在可以承受的範圍 這是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當就是每個女朋友 都有負責的時候 如何在這個線上的這個空間裡面 讓大家都知道 彼此正在做什麼 就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也就是支援 很多這種線上共筆啊 溝通啊等等的這些平台 那我想如果沒有這個技術上面 的支援的話 那當你團隊的人 到了可能十個人的時候 內部就會溝通問題了 所以這時候 我們現在先去引進一些 虛擬的平台 讓大家都在線上協作 在PO團隊裡面 在PO跟PO之間 都用這種線上方式協作 我們才能夠真正有效的 把這樣子的一種 創接的能力 它擴散到 分析機關 跟其他業務單位裡面 這是一個回答 那另外一個是關於 故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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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 政府的明天是有福星的 好比說你有一個朋友 就可能每個禮拜都約出來吃飯 打球看電影 那這樣子 你在兩次會面中間 你聽到別人講的一些壞話 有些八卦 有些故事訊息 你不會馬上就轉傳出去 你會覺得說 下次我們見面的時候 問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呢 如果這位朋友呢 你不管送什麼訊息 他都過一年才回 回的時候都是一些關押文章 那這樣的話 謠言就有自掌的空間 所以說 我們並不是說 我們透過控管的方式去說 你不能對政府的事證 有所揣測 而是說 我們是透過像這樣子 一種即時會議 建立物行的方法 讓有揣測的時候 大家的反射動作可以是 欸 好像不一定是這樣 我先去問問看 或者是說 政府好像不是一定不會改 我們先去提案看看 我們盡量去讓這樣子的空間裡面 關於正向的建設性的走動 它可以發想 那其實就像剛才 也有金剛所說的 我們政府只要每一次一回應說 欸 這個會朝的朋友們 不是有堂吃啊 是進廚房 只要一個這個訊息出來 大家都非常願意 有建設性的開始進行對話 但是我們如果不是 即時的有這樣一個 態度出來的話 那當然謠言 有非常多自嘗的風險 最後還是拒絕我們自己的誠意 不是 那剛剛這種也有指示 其實這當然也是跟我們這邊的工作是有相關的 其實剛剛先方所提到的狀況 在現在這種多元的言論性質之下 我覺得我們一個基本上的態度是 我們應該把我們的 我們國家言論自由看作是成就 而不是一種負擔 那在這個多元的言論環境之下呢 我們來因應現在所產生的性挑戰 來做出積極的回應 那當然我覺得目前政府機關很重要的角色 首先我們就是要加強我們就整個訊息 包括從內部到外部整個訊息澄清通聯的速度跟精確性 那當然我們剛剛包括說像我們各位 和各位開放政府聯絡人的這個經驗之中 我們公務人員工務們如何主動出擊 去對於這些訊息管道進行接觸跟了解 跟直接的說明 我想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舉例而言譬如說 之前在花蓮震災的過程中間 在民間我們CDD的網路社群 他們成立了這個震災相關資訊 跟動員相關的專板的時候 那我們政府這邊包括我本人 我們直接也跟這些專板的管理者進行通聯 讓資訊能夠獲得一個最即時也最正確的篩選跟更新 不要讓一些不實的訊息造成民眾恐慌跟救災的困難 那我相信就是說 在我們這樣的努力跟態度之下 未來我們能夠會讓這些訊息管道有一個更清楚跟正確 同時也像剛剛政委所提到的 增加了對政府的性更改 跟人民跟政府之間的互信 那我相信我們未來呢 包括政府的一些自己的通路 也是會是一個最好訊息澄清的管道 以上 好 各位還有相關提問嗎 好 李國 好 各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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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國時報的江明土 好 那麼想請這個政委談一談 就是說這個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個協助會議第九五年 這個我們當然我們剛剛也展演了一些示範 一些這個P9運作的一個狀況 那不想了解就是說這個 我們對於未來的展望是什麼 可以稍微談一下嗎 就是說 能上這個 可以達到什麼樣的一個成果 未來來講 我們可期許的成果是什麼 像 舉例來講 像以前 一般民眾 還面對政府的 第一層就是公務人員 那我們常常去公務機關洽工的時候 會碰到一些經驗就是 沒辦法 這就是規定 這就是規定 然後接著就 民眾的東西就被打黑掉了 他可能有些建議 比如說 成分證 私章 簽名 或什麼東西 有沒有可取代性 類似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跟公務機關詢問他就說 法規就是這樣規定 沒了 接下來就沒有了 那當然我們現在推展的這個 各個機關裡有一些PO出現 那當然我們這次運作的狀況 目前來講還算是一個小範圍 我舉例來講 比如說 如果每一個公務人員 他都可以成為PO 他都可以去 類似我舉例來講 比如說 你公務人員提點證 他可能有一些獎勵或什麼之類的 主動發現問題 然後 然後 讓這些問題可以 盡快的 透過這樣的推動的這些模式 來 有一些進一步的解決 那可能這個案量 不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 以我 以往我們來講 公務機關如果開這個 一周年的這個記者會話 通常來講會提出一些什麼 就是 過去一年我們辦了幾件案子 然後展現了多少成效 然後來年我們展望 我希望可以成長幾趴 他記者會不會是這樣的一個開法 那 當然就是證明您所展現的一個狀況 這個事情 你可能沒有辦法 像這個數據的一個方式呈現 你剛剛可以提到說 我有30件 然後但是可能有一半 並不是按照這個原來提案人的一個想法來落實 但是中間還是產生一些效應出來 那所以我希望說 證明您可以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您寄許未來我們的這個 其實會遇到什麼樣的一個 發展的一個狀態 可以幫我們操作什麼 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就是社會影響力 它很難直接換算成量化指標 那我們現在的工作上也 在想辦法把社會影響力 換算成量化指標 但這個技術我們目前就是還在開放 所以我只能用一些執行的方式來回答你們的問題 一個是說 我們在這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點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想PO制度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 各個不會把自己想要專業平台做的事情 他們也好像當作一個代議者的一個角色 來告訴專業平台說要怎麼樣去反應 那所以如果要想展望的話 其實在月底 就是這個月底 就會專業平台會有很大的一個改變 就是說我們在專業平台上面 除了今天大家聽到的連署案 以及法國有時間的預告 這個兩個是大家熟悉的之外 從這個月底開始 所有不會的所有的計劃 它的中長城的計劃 它不會自信官靠的計劃 只要是國發會官靠處知道的計劃 它就會全部的上到專業平台裡面 那這個專業平台呢 它在這邊做展示的 基本上就是跟官靠人員看到是相同的 包含它的年類及執行進度 預算執行率 它如果是基報 每三個月它就是做了哪些事情 開了哪些標案 或研究案 如果是月報的話 它每個月做了哪些事情 它的完成度等等 這些部分都會在專業平台上面去揭露 我們在過去一年我們試辦的是願官靠的大的計劃 但是從這個月底開始 我們公開來讓大家討論的 就是包含國會自信官靠的全部的計劃 那這一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就像剛剛在影片的最後面所提到的 我們所有這1246個進行中的計劃 其實大部分我可以不敢說大概有一千個 可能你去隨便問這個相關的民眾 大概都不知道說政府正在進行這樣的計劃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些之前沒有一個網址 沒有一個討論區 它不能夠成為一個社會聚焦的一個標的 那現在呢 不管再小的部會自信官告計劃 它都可以成為社會對話的標的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經由大家的提案 經由大家的討論 它有些變成法規命令 那都是在中開槍 有些變成部會的計劃的執行的一部分 這個是在來監督 所以從大家討論到最後執行的這個 克責的這個accountability trail 它就被堅持起來 那所以如果您要數字的話是 目前看起來是146 到月底的時候可能會有所改變 那這個是一個具體的一個成像 那另外一個我想要提到的就是 在未來的一年裡面 您剛剛提到公務員對於自己的確認 我們也看到有一些 我們平台上面5000人的提案 是公務員 這個是像考試跟全序部提案 說這個我們在這個運用休假的時候 休假希望能夠一小時來寄 因為別的像病假什麼都是一小時寄 但是目前還是一次請假只能請半天 那同樣的道理 這個在以前並不是沒有人想到 而是說沒有一個依據來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也是在我們PO的這個專階之下 我們去把這件事情去跟全序部的朋友們做的溝通 那他們也同意我們認識行政總處PO所匯集的意見 所以這個部分目前正在考試院會討論當中 所以這部分我想對公務員的凝聚力 跟這個溝通我覺得也是蠻有幫助的 以上 好 謝謝 好 那如果沒有相關的提問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邊 好 以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